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鸡毒犬一个劲围着打鼓机嗅来嗅去 官兵们决定把放在拖廊机上的打鼓机抬下来检查 但是也不一定是说里面有没有毒品 它只能说再检查一下才能确定是吗 对再进一步的排查一下 那么这次查击真的能够查到毒品吗 那打鼓机随时都在用 那么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铁锈 不会有那么多的没用过的这个东西 就觉得很可以 而且这个肌度也不应该是用打鼓机的铁 从外表看 这条名叫江浩的基督犬并不奇 它没有威腕的铁型 没有震慑毒犯的样子 但它的嗅觉却极力突破 跟随训导员蓝 基督犬江浩在基督一线已经工作了五年 他们之间密切配合 破获夺案68起 缴获毒品14365克 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功勋犬 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在公开查击这个方面 它属于这个世界上 应该属于是查毒品查的最多的权 锐利毗邻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 它是毒品入境的主要通道之一 和毒品重灾区 毒品曾经摧毁了许多幸福的家庭 而武警云南边防总队 德宏支队的官兵 每年查过毒品四百多千克 成为了堵接毒品入境的第一道品杖 在每一次查击过程中 基督犬功不可没 江浩是一条马里努阿犬 犬龄五岁 按照成长周期 相当于人的四十岁年龙 马里努阿犬是比利时短毛牧羊犬 它具有兴奋持久 警觉性高 嗅觉灵敏 等突出的警用性能 受到世界各国警方与军队的青睐 而把一条普通的马里努阿犬 训练成查击毒品的警犬 却要历经诸多艰辛 人的病毒品 今天让他闻这个毒品的话 他会不会上流 不会 因为他这个鼻子嘛 他闻的鼻子不一样 他嗅进去 你快点可以把它变化掉 他有 就是大脑里面有这个意识 我闻到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在工作 我闻到了 达到我的主人 奖励 喜欢 跟到玩 他是大脑里面 学的意识 这种的意识 有什么的东西 江浩每天除了和训导员 蓝武到执行点进行查击败 其他时间大多是进行毒品搜索训练 蓝武 出力 出 放动 出 地下寻宝 是一个难度相对较大的训练课目 助训员将毒品隐藏在鞋垫下面后 又把鞋埋在了土里 为了避免搜索过程中 训导员引导江浩 所以班长就让蓝武和江浩 隐藏在了这个草房里面 现在他们正在外面隐藏这个毒品 到底藏在哪儿 你也不太清楚 就是会不会紧张 有一点 毕竟这个地方是 它的面积是有点大 差不多两某地 你是三地怕收不到吗 我是怕它收不是绝对收得到 我非常相信它 我是怕它时间可能会长了一点 蓝武 戴犬 收索三地 收 击毒犬的兴奋性一般可以持续三十分钟 如果超过这段时间 搜到毒品的几率就会变得非常小 下达搜索的考虑后 江浩可得抓紧时间 刚上场 江浩的注意力似乎很分散 它不停地跑来跑去 而殉岛员蓝武对此却没有干涉 他先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他也有就是说 先缩小这个搜索范围 他刚刚从这里一过来的时候 首先你看一下 因为你就很集中 很集中在这一块地上 大约二十秒后 江浩开始进入搜索状态 看上去他的喘息在加重 他的意思是说 在空中捕捉这个气味 而且是他也有一种规律 一种搜索的规律 有些时候 他是从外 由外到内 他是由一个圈 慢慢缩小 慢慢缩小这个范围 对他也捕捉这个气味 稍微好一点 未来捕捉到毒品的气氛 聪明的江浩自己选择了搜索方向 那么他选择搜索方向的依据是什么 从大部分说 它散发出来的气味 从地面蒸发出来的 被风水清除的 如果是密封搜索的话 对他有一定的好处 那我们是密封 接着一阵密封 几分钟后 江浩把范围锁定在了这片刚刚翻新的土地上 看到这个情况 同样不知道毒品埋在什么地方的 殉导员兰武又担心去 地面烧这些干草 这些灰 风清过来的时候 这个土里面 它也飘起来那种灰尘 也会飞到它的鼻子里面 也会呛到鼻子 和刚才搜索目标时 张着嘴巴不一样 这一次江浩和上了嘴巴 而随着江浩的这个举动 殉导员兰武刚才的担心 渐渐消退了 发现那个目标 它是要确认这个毒品的位置在哪里 它是闭着嘴巴 用鼻子进去把它绣 不一会儿江浩就成功地 将隐藏在土里的鞋子长了出来 鞋垫下藏着的就是毒品 报告 成功搜索毒品 江浩并没有马上离开这种 它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它自己挖 上面那个干土 抛开了以后 因为下面是湿的 直接躺下湿 它就不动了 因为这个种子吃的 比较凉快 正好够 这地方正好够的碎 正好够 抹上 它觉得小 它觉得小 在平时的训练中 基督犬江浩显得格外聪明 那么这一天 从瑞丽开过来的拖拉机上 到底有没有疼你毒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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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好 好 上去看一下 这一天到这一天 看到江浩对打鼓机封闭的部位反应强烈 武警边防官兵决定 把拖拉机上装的打鼓机抬下来 仔细地检查 按理说 打鼓机上的封闭部位 不会散发出什么气味 而此时江浩到底嗅到了什么 它的嗅觉究竟又有多么灵敏 我现在是把这个包裹好的这个海洛伊能马卡伺候地把它放在这个瓶子里面 看一下体验我们的犬 看它有什么能力没有花 这个气味绝对松死掉的情况下了嘛 嗯 看它能够嗅到大不了 在我们的训练当中 能够 全都能够 做得出反应呢 到了 实际的工作当中 大气味多的是 随便都可以反应 嗅觉灵敏是犬的本性 记住锋利 它甚至能嗅出500米以外的气味 然而 把气味不大的少量海洛伊 放在矿泉水瓶里 就要看基督犬江浩 有没有出众的本领了 这不太好容易够吧 够了吗 这 这么深 对 好棒 方便也好棒 主要是方便也好棒 放在这个缝里面 假如你挂在这些地方 它能见它犬 它会通过它的视觉去看 我们要让犬 基本上是用它的视觉看不到 要让它的嗅觉去嗅 这个东西 为了充分调动起基督犬的兴奋性 搜索前 我一接住它 就是用这个球 跟它接住它 这个换上别人不行吗 也可以 但是也不怎么喜欢玩了 因为这个球嘛 它是磁性的 里面它不是空的 它就是胶的 三个密封的空矿泉水瓶 被藏在树缝里 江浩如何嗅到 集中装有海洛因的品质 在湍起的江水中 江浩会给大家 带来怎样的惊喜 十三个瓶子里 做装物品与毒品气味相近 它又将怎样做出准确判断 军之技史正在楼图 军中全八华 就在江浩的兴奋性 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时候 三个密封的空矿泉水瓶 也被分别藏在了 三棵大树的树缝 而其中只有一个瓶子里 装有海洛因 实际上 这也是基督犬 平时的训练客服 按要求 江浩要在五分钟以内 准确搜索到 装有毒品的瓶子 但对于现在的搜索训练 训导员兰武却有些担心 它的位置有点高了 这个毒品的气味散发出来比较小 而且现在太阳比较大 比较干燥了 散发毒品 毒品气味比较少 尽管搜索难度比平时要大 但搜索口令刚一下达 基督犬江浩就冲向了一棵大树 而装有毒品的瓶子 就藏在这棵大树上 从江浩的宿主和搜索的积极性产 天气炎热对它的嗅觉影响似乎不大 然而由于毒品隐藏的地方不但高而且深 所以江浩的体力消耗比较大 它的喘息明显加重 而仅仅用了一分三十秒 江浩就做出来 周到毒品的反应 基督犬江浩能够快速准确地 绣出装在密封矿泉水瓶里的毒品 而在依法检查过往车辆的实战中 还又是否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呢 拆开打鼓机一端的封闭部位 武警官兵最终发现了隐藏在打鼓机轴心内部的毒品 以前遇到过电耳的一个调度的方式 很少 通过这样隐蔽的方式 通过这个组成呀什么的 它就是防止这个毒品的气味扩散 就尽量隐蔽这个毒品的气味 让我们的那个警犬呢 这个不容易修复了 还好我们的警犬 今天发挥作用还比较明显 能够我们查查这个 这要是单靠人的话 根本就是不容易靠 狡猾的毒贩在打鼓机轴心内部 隐藏了2850克冰毒 这次查获毒品 基督犬江浩又立了新功 基督犬江浩自小就是由训导员兰武带大的 他们之间早已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如果兰武不在身边 江浩很难听从其他训导员的指引 五三 五三 很累 五三 三不走 怎么 他在找他的训导员 找他的训导员 他不听你的 对 不听话 找他 找主人 他主人在哪呢 在那边 你怎么让他躺起来了 要让他躺起来了 我不叫他躺起来了 我拉不动他圈 对 你叫他主人过来 你看 马上我一放他 他就去了 来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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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他都不理我 我还是跟主人亲 肯定的 他是待了好几年了 几个月大的小狗 待到现在 平时江浩最喜欢洗澡 每次洗澡 训导员兰武都会给他仔细擦洗 而江浩非常享受这一过程 这一天 在瑞丽江边上 看到一旁的士兵隔犬自带的游泳 江浩也想表现一下 可他游泳的姿势实在不太上进 虽说游泳不是江浩的强项 但是他的聪明才智 似乎在什么时候都能展现 他在沉水 以前不会潜 以前他没有做过 今天他 看他丢到水里面 把自己的汤给潜进去 在湍气的姜水中 江浩可以把头埋在水里十多秒钟 你看我的手可以坐鱼啊 看 看 看 天使我 来来来 好 回 江浩总能出人意料的 给大家带来惊喜 实际上 江浩的聪明 更多的来源于平时的刻苦训练 他所掌握的技能 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要是醋 醋我也没放醋 因为醋和海洛因 是相似性的气味 这个 这个奶油蛋糕 放在里面了嘛 作为今天的一个训练来讲 还是 又货心很大 像今天了嘛 我们用的这些 这个抗干扰的 这些什么酒啊 蛋糕啊 什么醋啊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 在使用过程上 干脆嫌疑人为了 浓重过关嘛 带毒品 防止他们把这些气味 参加到在里面了嘛 刺激我们的权 所以说我们有 针对性的做了这个训练 除了装有毒品的两个瓶子 另外13个瓶子里 做中物品 都会产生和毒品相近的情 他们被密密麻麻的 摆放在一面墙上的 两层壳子里 江浩才能不能做出 准确的判断 天气比较这个 而且我们现在的气味比较复杂 比方说酒精啊 还有蛋糕啊 还有奶油啊 因为这个瓶化性 什么的 要进去还没有分化的分化能力的话 它一般是分化不出来的 而且因为在这个训练中嘛 这是高基础嘛 相当消耗进去的体力 要想找到毒品 江浩必须站起来 搜索每一个格子 第一层格子高一米 与江浩站起来的身高一样 下大靠近后 高度兴奋的江浩 理性子就不得上去 但嗅过第一层的感觉 它并没有做出 搜到毒品后的脑衣 可能刚开始 它过去的话 它可能速度有点快 有各种 各种复杂的气味在干扰 它可能是 一种散发出来的气味 有点小 重新回到漆点 江浩的速度明显放慢 并且 锈的过程也十分仔细 终于 江浩在这个瓶子前 做出了风价 他发现毒品的时候 感觉很兴奋 很着急 眼睛那种 鼻子 鼻子 鼻的嘴巴 穿到那个肚里面去 确认重秀 重秀那个毒品的气味 确认以后 特别是这个尾巴 直接跳起来 摇 感觉很高兴那种 很兴奋的那种 另一个装有毒品的塑料瓶 被放在第二层格子里 第二层格子高一米四 江浩直立还差别低 尽管搜索时 撞到了瓶子 但江浩的兴奋度 仍然很高 很快 第二个装有毒品的瓶子 也被他顺利掌握 这一圈 两次 中手的训券 两个酒精的脚出来 好 好 好 经过五年的训练 基督犬江浩 掌握了固硬的 茶堆技能 在云南基督一线 像江浩一样 还有更多的基督犬 与武警边防官兵相伴 这些无眼的战友 同样付出艰辛努力 在基督的最前沿 筑起了一道道 坚不可摧的屏障 他们是军中特殊的战士 忠诚 勇敢 顽皮 可爱 他们有的宝经实战 有的展露头角 一个个绝技干世 风采经验 走进神秘的军犬世界 感受特殊的战友深情 军事计时六一特别节目 军中选霸王 下期播出第三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